4,3,2,1 右晃身,左晃身,右边伸身回起 双臂平情交叉躺身 摇一臂圆右边落 上部双手落耳膀 5,6,7,8 1,8,8 2,8,8 3,8,8 4,8,8,5,8,8 6,8,8 我们先讲到这一块 那么首先我们是要出你的右脚 往你的右斜前方二点方向 注意我们要甭脚擦地出 从蹲到起 有一个垫脚上部 那么垫脚上部呢 主要指的是我们要什么呀 把后脚跟拍起来 整个身体往上拔 往上立的感觉 垫脚上部 也就是说你的重心是从下往上提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手上 双手是从你的什么呀 左边的旁鞋下位 走下弧线 往上方做一个双提手的舞姿 那么双提手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两个手是平行的向上提 虽然说是平行 但是大家尽量的不要把你的手啊 指甲肩一边起 不要做成一边起的感觉 但凡是双手平行的动作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什么呀 错落的感觉 右手一个手带着一只手 右高左低向上提 两个手是这样平行 而不是这种平行啊 右高左低注意外侧的左手呢 不要挡住自己的脸 手肘压下来把你的脸旁露出来 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提手的过程 其实是在干嘛 是在提气的过程 是在带动你的腰 大腰 胸腰 脖颈 头 眼睛的方向 整个眼随手动 我们是随着手 身体也在向上提 也就是说最后你的这个胸 胸部的位置上面 挑上去 随着手提上去 那么还有一点点啊 在我们上部的时候 也给老同学讲了一个小技巧 什么呢 如果你想让你的动作层次感很清楚 就是尽量让你的动作不要什么呀 不要同步 什么是同步 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来双提手的动作 千万不要做成什么呢 脚 手 身体 一起走 三个是什么呀 同步的 同步的动作就会显得什么呀 很僵硬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看 我们走脚的时候 你的身体有一个什么呀 向回的流 身体心留住 身体心不什么呀 跟着往前倾倒 脚先走 好 胜部开始 由你的胯部带动 身体开始往前移 手开始走 手是要做一个慢撑 慢伤的感觉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动作 脚 脚 身体 手是错落开的 而不是什么呢 一二三 一起走 好 这个是说跟老同学的 来 我们做一个上部双提手 甭脚擦地 提手的同时 中腰 胸 头部 相上力 好 这是一搭搭的动作 二搭搭的时候 撤你的左脚往回收 撤左脚的同时 撤你的右手 左手落下来 撤右手 经过蹲 起的同时 向右边做推手的动作 来我们再来一次啊 一搭搭 撤步蹲起 那么注意这个起的时候啊 我们同样推手的时候 身体也不是顺着手 一起推 而是有一个什么样 相反的对抗力 也就是说 所有我们做这种什么样 不舍的感觉的时候 你的身体不要那么主动 而是手往前走 后背和后脑勺 向后推 有一个对抗力 两边拉着延伸 就像一个皮筋一样 往两个方向去走 一边蹲一边起 一边延伸 好 我们把这个动作连起来啊 五六七八 一 搭 搭 二 搭 八 三搭搭是同样的动作 向上提 三搭搭 注意四搭搭的时候 我们经过落脚 左脚旁扁地 双手沿着你的身体和腿 双手 一个手带动另外一只手 做了一个摇臂画力圆的动作 好 这个动作啊 每次讲到这块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的什么呀 单独的讲一下这个动作 它呢在我们古典舞当中啊 是一个元素 是一个质感动作 叫做摇臂 那么摇臂的动作呢 意思就是什么呀 它在画力圆 是用你的双手啊 双手画力圆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目的啊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零基础的同学 是让零基础的同学从一扇来学习舞蹈 就找对方法 因为现在太多的零基础的同学的目的性很强 是什么呢 学舞蹈 怎么学舞蹈呢 一个一个舞学 就是我们会以学成品舞为目的 就是我就是管学好一个舞蹈 再学一个舞蹈 但是其实学舞的过程当中 没有学细节 没有学元素 那么这样会造成什么呢 我们即使学了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舞蹈 你会发现你跳的水平 你的美感 你动作的过程感 没有长进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没有学细节 没有学质感动作 所以说学舞啊 我们就希望大家用对方法 刚一开来学舞蹈 就放慢自己的速度 调整自己的状态 元素 一点一点一点累积 所以说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同学 慢慢的跟我们之间有一个磨合 就知道我们的授课方式 不是推一个一个一个成品舞 快速的去学 而是一个一个舞蹈 我们一个星期才学一个舞蹈 为的是什么 慢慢学 从一个舞蹈当中 吃透一个一个的元素 慢慢的去累积 所以也是新同学 我们呢 互相理解一下 我们不那么快的去推这个速度 薛草花的音乐节奏是强弱弱 请问舞蹈的绿豆 节奏是不是也是强弱弱 其实这个强弱弱 说得非常好啊 我们的这个 秦英同学说得很好 也很专业 这个强弱弱指的是什么 一个是节奏的强弱 一个是呼吸的强弱 以及呼 以及动作的点线面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我们就第一个撩手啊 这位同学他问的这个强弱弱 一搭搭二搭搭 我们的动作不是平均分配 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一搭搭 不是平均分配 而是一搭搭的时候是一个延伸 这个动作是有一个什么呀 点 点是什么 点是我们双手提 带动的这 这一下 接下来线和面是你手走的线路 这个面呢 是我们什么呀 双手画圆的这种面 所以说它指的是你整个动作完成 要有一个什么呀 要有一个过程感 而不是所有动作都是平均分配的 它一定是有一个 叹的点 和一个线和面的延伸 这个没关系 等到以后我们课上有时间的时候 再给大家细化的去讲 姚碧不会 来姚碧我们现在讲一下啊 刚才我们的动作讲到了什么呀 第三次提手之后 第四次落的时候 大家看 落的时候脚先落成旁点地 左脚打开旁点地 手 左手带动 手背向下 大家看 这个时候落的时候 我的重心还在右腿上 还没有移重心呢 重心还在右腿上 带动你的右手向下 随着移重心 身体有一个横扭 身体要转向什么呀 左边了 那么随着这两个手的关系啊 两个手是平行的 左手先走 右手跟着左手的动势去走 一上一下 一提一样 那么注意姚碧的时候 两个手要干嘛 贴紧自己的身体 从正面去看啊 姚碧是双手 画力圆的过程 但是这个手 你看不能天马行空的去画 你看如果我们这个五字 离自己身体这么远去画 就很难看 那么你的手和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呀 贴着 贴着 你看两个手走的时候 上面的手去贴耳朵 手下来的时候 贴自己的大腿 上贴耳朵 下贴腿 从侧面去看 上贴耳朵 下贴腿 感觉我们的双臂啊 是平行的在什么呀 在画一个很大的力圆 就像摩天轮一样 像这个车轱轮 自行车的车轱轮一样 你要尽可能的把这个什么呀 圆画的宝马 自己的身体 贴着腿走 来 双手啊 贴着自己的腿 身体横拧 好 上面的手找耳朵 下面的手找腿 画立圆 最后 左手向下压 右手向上 提 这是我们这组动作里面 的这个摇臂 去找这个画八字圆 画立圆的感觉 最后 形成我们的什么呀 右边的 提手向上 好 注意 右手提手向上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啊 接下来 我们要顺势的 上右脚 右手往上方够 感觉什么呀 踩了一朵花 背在你的身后 因为这一句歌词啊 这一句歌词是什么 这一句歌词就是指的是 把它憋在你的身后 就是意思说 我们把一朵仙草花 憋在头上 然后呢 把它幻想成什么样 我们长出了翅膀 这一句歌词啊 我可能记得不那么准确了 我们是按照歌词大意 去走的动作 是什么样 上次摘花第一步 摘花之后 转身 长出飞翔的翅膀 它是跟随歌词走的啊 我们现在右脚是旁点步 右手带动往上方撩手 接下来把你的右脚 直接往你的左斜前方上步 上步之后 我们的身体啊 大家看 是侧身 我是把我的后背给观众的 而不是这样的 是后背给观众 摘完花 右手摘花之后 拧身向后 也是侧身 不是后背正给 而是侧身 插花 快速地向左边 转身回一点之后 去做我们的什么呀 波浪手延伸 来 刚才这一组动作 谢谢我们的医生平安 谢谢 刚才这组动作啊 结合歌词去做 右手摇臂向上走之后 先上右脚 往高处 稍微的什么呀 够一下 你感觉你什么 踩了一朵花 好 整个身体往上提 由右手带动身体 提上去 拧完花之后 吐气放松 侧身向后 把花别在自己的头上 这个时候我们的两条腿啊 大家看 两条腿是什么呀 不是直的 踩完花 踩花的时候直立 踩完花之后 弯膝点地 接下来快速地从左边 转身回一点 形成后踏步 然后我们去做什么呀 大波浪 延伸的动作 好 踩完的动作应该都清楚了吧 左手 左手是向你的右斜下发 左手没有动作 大家看 我们从这卡 我向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不是做提手的动作吗 大家看 左手就在旁鞋下位 没有动作 上右脚 右上方摘花 然后翻西点地 插花 插花之后快速地转身 再做延伸 左手就是自然地在你的左斜下位 垂手就可以了 没有动作啊 可总算搞明白方向了 带到头上是什么手型 兰花指形 大家看 带到头上 我们是经过绕腕 压腕 做了一个什么呀 兰花掌形的花形手 兰花掌形讲究的是延伸 对不对 简直是延伸 那么现在我们把延伸的兰花掌形 放松 向回收 大拇指捏中指 捏出一个元宝形 大拇指捏中指 其余的几个指头什么呀 放松 靠在一起 小拇指可以微微的翘一点 就是我们的粘花手 俗称也是什么呀 粘花手 花形手 那么我们就是用这个手 形啊 做了一个 绕花采花 插在头上的时候 用一个粘花手就可以 转身不会 转身是那个翅膀吗 大家看 转身没有难度啊 转身 先把重心移到哪 先把重心同你的右后腿 移到左前腿 直接拧身 拧身过来之后 左腿就是你的主力腿啊 就是一个 那个说转身不太明白的同学 就是你的重心没有移 你要把你的重心从右腿 粘花的时候 重心在右腿 对不对 然后粘完花插完花 重心移到左腿上 拧身 就是左腿沉重了 来 我们 我们从头啊 练到这一块 试一试 五 六 七 八 一 哒 哒 二 哒 哒 三 哒 哒 四 哒 哒 五 哒 哒 六的时候转身 六 哒 哒 现在我们来讲六哒的动作啊 两个双提手怎么连接 两个双提手 这个呢 右手带你看 右带左 左带右 右带左 左带右 两个手之间的关系是连绵不断 两个手呢是一动一随 左手往外带的时候 左手先走 右手跟着你左手的动势 一起走 下落的时候 右手先往回撤 左手跟着右手的动势 往回走啊 好 那么我们啊 继续向下 要讲什么动作呀 粘花手之后 转身回来 我们做了一组什么呀 我们的波浪手 那么这个波浪手呢 它是一个小波浪 小波浪的延伸打开的动作 展开到我们的迎风舞姿 那么小波浪手啊 现在给同学们讲一遍 小波浪手又叫做什么呢 叫做小三节的动作 什么是小三节呢 它指的是我们的手臂的手肘 手腕和手指三个关节 手肘 手腕 手指 那么我们把双臂啊 蓝花掌形 架在胸前 这个小波浪手呢 是通过你手腕的提 亚 提 亚 带动的一个什么呀 波浪起伏的一个艺术形态 那么我们一提到海浪波浪 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有起有伏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当中 我们盯着的就是什么呀 你手部的起伏 那么呢 我们也规范了这个动作啊 由你的手腕子主要带动发力 手腕子主要带动 手肘是什么 手肘有一个随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尤其这个动作当中啊 它是靠你的肘部带动什么呀 换方向 从胸前一个小波浪 到身体两旁一个小波浪 到最后手臂完全展开 到迎风舞姿 所以说不要把你的手肘放掉 那么这个小波浪的动作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规范了一个步骤啊 我们现在以左臂去讲 把你的左臂放在一个平行面上 就干脆放在我们的右臂上 好 那么现在大家看 我们的手肘 手腕和手指 是不是全部在平面上 那么现在我们从第一步开始 一的时候 抬起你的手肘 离开你的平面 好 二的时候 落手肘 抬起你的手腕子 离开平面 第三步的时候 手腕子下落的同时 我们的手 经过船手 展开手指 那么也就是说 小三节的过程 其实是什么呢 肘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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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次离开平面 肘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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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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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波浪的变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胸前做一次提亚小波浪 第二次的时候 手肘带动 手的方向在两旁做一次 第三次的时候 同样还是 手肘 手腕 手指尖延伸展开 到迎风骨姿 那么呢 因为我们的歌词是什么呀 比喻到你长了一双翅膀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动作模拟成什么呀 你在展翅飞翔 展翅飞翔 那么一定要用你的手肘啊 像蒙古屋里面一样 手肘带动 你要挥一挥翅膀 对不对 靠你的手肘带动 挥一挥翅膀 好 那么这个动作正好在我们一搭搭的节奏里面 总共提亚三次手肘 手肘一次胸前 手肘两次旁平位 手肘三次立起绊脚尖 好 我们刚才并断啊 并断我们教到哪了 教到我们的展翅的动作了 好 展翅的第三个的时候 迎风展翅的舞姿 我们书要看你什么呀 手腕子提起的同时 带动你的整个身体 直立 提起来 两个腿加紧 因为接下来啊 我们要做一组什么来着 交替庞大波浪手 好快速的讲一下啊 快速讲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胸前小波浪了 那么这个交替庞大波浪手 就特别的好理解 它是用我们的双臂 在身体的正左和正右方 通过我们手腕的提亚 交替的去做一个什么呀 提亚的过程 那么大波浪同样啊 它在模拟一个波浪瓷起彼伏的艺术形态 那么怎么拿出我们的这个胳膊 去做出波浪的感觉呢 它叫做大三节 刚才是小三节不要混啊 现在是大三节 哪三节 肩肘腕 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的带动 那么呢 我们是依次的啊 肩关节带动肘关节带动腕关节向上提 向下垂的时候一样 先乘肩 再垂肘 再压腕 再把手延伸向下走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所谓的肩肘腕手 肩肘腕手 指的是点 那么不是只有这三个点在过 在做成什么呀 像个提线模样 一二三也很难看 那么呢 这三个点我们要给它干嘛呀 穿成一条线 那么我们的肩部到肘部 是你的大臂的位置 是第一节 手肘到你的手腕 是小臂的位置 是第二节 最后我们的手腕到手指尖 是你的第三节 那么我所谓的肩带肘肘带腕 是让我们同学用你的大臂第一节 带动小臂第二节 带动手部第三节 依次的提起延伸 然后造语再由你的肘部带动向回 均匀的发力向回落 大臂带动小臂 带动手部上提 大臂带动小臂 带动手部下落的过程 那么大家现在我们练一下 右手先提 左手先压 注意我们双手提落的同时 我们的手是在身体两旁画的什么样 一个半圆 练起来它是一个完整的立圆 所以说你的手还要尽量的延伸 把这个圆给它画大 晃了才好看 那么现在说完手了 我们的身体啊 它不是僵持住不动的 通过你手部上提的同时 带动你的侧胸侧肋向上提 手部下压的时候 带动你的身体有一个挤压侧腰下旁腰的感觉 所以我们做起来是有一个提肋下旁腰 提肋下旁腰 头部有一个随动 压左边的时候 下巴冲右肩 向右边 压左肩的时候 下巴冲左肩 来 我们现在从拈花手 插翅膀 转身小波浪 一 搭 搭 交替旁大多放手 二 搭 搭 左右 左右交替各一次 啊 接下来大家看我们两个波浪手做完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上步移重心 双手提的动作 上右脚移重心到前 大臂不动小臂胸前交叉 双手扁肩 接下来我们把你的右脚往右旁方向 跨步移重心 重心移到右腿上的同时 双手经过胸前交叉 往左右 依次的推开 重心往右边走 右下方 那么呢 有一个什么呀 下旁腰的过程 大家注意啊 我们前面双提手 往旁边不是平行横推 而是有一个什么呀 倾斜 有一个往右下方推 下旁腰的感觉 啊 这块要注意 有的同学我看了一下 有的同学回的作业 他这个方向是正前一次横跨推手 不是的啊 我们是重心推到右斜下方 接下来的动作你感觉是什么呢 你刚要摘到底下的这朵花 你的左手被别人怎么样 快速的拽了一下 把你的身体快速的移重心 收回到左边来 然后我们的身体经过横拧 是面冲一点的 啊 来 我们再练一下这个动作 五 六 七 八 上步双提手 一 搭 搭 向右横跨推手 二 搭 搭 拽回来 拽回来之后 双手落 沿着中心线提起来 两个手展开 画一个大大的力圆 一边蹲一边落手 再次做到我们的躺姿造型 最后的动作 最后的三组动作 一定要什么呀 有一个重心的推导和延伸的感觉 向前重心 跨步 向右斜下方推手 收回来 经过蹲 起手 起手 画圆 侧躺身 躺住 最后还有一组动作 我们B段动作就交完了 随着我们的躺身 直立起来 好 现在呢 我们双手躺姿造型 下右旁腰 用你的眼睛往你的右肩下方去看 原地碎步 转一圈 转回到一点之后 我们做最后的五姿造型 推 拉手 交替的推手 右推左 向前走 左推右 向后 拉 我们先看脚下 脚下非常简单 原地转一圈之后 你的右腿 蹦膝盖 蹦脚 脚肩 往你的左斜前方 延伸 一边蹲 一边延伸 左脚主力腿慢慢地蹲 随着推手慢慢蹲 随着后拉慢慢蹲 那么手上的动作 大家看 我离近一点 最后的一组造型 就是一个推手的动作 看 最后啊 我们是通过 右手 推左手 右手 右手推到胸前 按掌不动 左手 摊开 到你的左斜前方 好 摊到这个位置 然后向回拉 向回拉的时候 左手往回收 收到胸前 按掌 右手 大臂不动 小臂 往你的 斜后 方 拉 我们推拉手的话 两个手的关系是什么呀 提 压 大家看 我们右手压腕的时候 左手是提了 对不对 左手往回推的时候 右手提了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做成提压腕呢 因为两个手 推手的关系在于什么呀 我们两个手的指尖 有一个什么感觉 追逐感 你看 右手推着左手 右手追着左手走 好 右手走了 左手再回来 所以说两个手的手指尖 有一个追逐感 右手推左手 左手延伸出去 左手推右手 右手延伸出去 那么注意我们身体的方向 右手推左手 左手往前送的时候 大家看是哪带 不是手带 是我的身体有一个横拧 用我的左侧胸和左肋骨带动 我的左肩都是一个方向 都冲左 好 收回来的时候 身体横拧回正 所以说 推左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往外送 用你的左肩 左胸 往左边推 收回来的时候 提手 往斜后方 再去拉 胸前按掌 斜后 拉手 讲到这块 就是我们弊断最后的所有的动作了 躺姿怎样做显长 问的还比较好 躺姿如果想要想长 就是我们不能什么样 圆地躺 而是要什么样 有一个身体的横移 注意啊 这个动作 昨天有同学问过 说老师这个动作是不是顶胯 不是 这个动作不是胯肚动 大家看 我们的躺姿造型 双手手肘交叉 右手上提到左肩延伸 左手往右胯去 然后用你的左耳左脸颊 躺在上臂的位置 是躺姿 那么刚才同学问的是 我们的躺姿不是半蹲的造型吗 怎么显得延长 大家现在看 我是直上直下 垂直下蹲 那么就没有延长感 对不对 感觉是原地躺 那么怎么躺显长呢 不要做顶胯的动作 什么是顶胯 斜线 这是顶胯 我们其实是什么呀 胯是正的 身体横移 你看 我的身体 用你的左侧胸 左肋骨 带动什么 你感觉现在有人 哎 你看有人这么拉我 你们看 现在你左斜前方 站了一个同学 他拉你的手 把你往这个方向拉 这叫什么呀 我们是一个斜线的 右向冲的工作 对不对 你可以用冲的工作 如果是斜线 横向我们就用什么呀 横移的动作 平移怎么练来着 跨骨扶正 左右手抬起 左手带左肩 带左胸 带左肋 带左肋 带左腰 干嘛呀 横移 横移之后 再做躺姿造型 就一个什么呀 往外出的延长感 但是不要什么呢 身体不动 把胯顶出去 这样不是很协调 这个时候不用胯 是靠身体 横移躺出去 啊 我们按着动作要领啊 再讲一遍 动作要领讲一遍 避断 五六七八 擦地出双手提手向上 一遍 遍步从蹲到起 手臂和身体形成对抗力推手 再起手向上提手 撤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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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臂贴着身体 遥臂 左右提手 上右脚移重心到右腿上 右手摘花 侧身 弯西半蹲 插花的动作 快速转身 小波浓 小波浪 胸前一个 身旁一个 第三个延展的时候 把脚提起来 接下来做交替 庞大波浪手 右边一个碎步 左边一个碎步 接下来上右脚移重心 双手点尖 向右快步 斜线向下 做推手的动作 快速收回到重心 双手落 沿着中心线起 双手画立圆 吐气向下 做我们的斜线躺姿 最后 立半脚尖起 下右旁腰 我们的下巴背右肩 眼睛看右斜下方 原地碎步 转一圈 身体面向八点方向 做推手 右推左的时候 脚下移重心向前 左手领着向前走 经过提气 向回收 左手胸前按掌 右手斜后方 提手 好 那我们合音乐了 双手的话请走 高高的青山上 雪草花开放 再一朵 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把它列在你的发上 捧在我心上 陪着你 长大路在看一族信仰 如果有一天 先逝去了远方 拆多花瓣 做翅膀 迎着风飞扬 如果有一天 动了忧伤 想着它就会有 后梦 一场 好 那么这个舞蹈 我相信大家练好的话 谁跳谁好看 为什么它本身的音乐的旋律 动作都非常的柔美 啊